戶透社公布了這個 中國大陸攻台六劇本 不外乎包括了封鎖馬祖 封鎖金馬 海空封鎖 那麼全面切斷台灣對外所有的通訊 還有發動空中 以及飛彈攻擊打擊台灣的機艦 還有軍事據點 以及全面親台 甚至好幾個小時之內 會引爆了東亞戰爭 說起來非常的聳動 但是這個是怎麼樣 他們是已經對於目前當前的 這個兩岸的台海局勢 是有完全充分的掌握嗎 這六劇本代表什麼 我覺得路特社的這個六劇本 不實際 而且可信性也並不高 而且它的整個作戰的思維太老舊 為什麼我會這麼說 過時了 真的是過時了 是舊的版本 那個舊的版本 也就是說是三四十年前 國民黨用的版本 那麼久啊 應該是很久很久的老版本 所以我覺得它是完全不適合 現在來用 為什麼 第一個 金門跟馬祖對台灣來講 絲毫沒有戰略價值 再強調 金門跟馬祖對台灣的安全 沒有任何戰略價值 它只有政治的意義 因為它太靠近大陸 像金門就在巷門的對面 馬祖你看一過去就是福州 所以它是非常的靠近 中國大陸 它捍衛不了台灣的安全 跟台灣的安全有關的是什麼呢 澎湖島 澎湖烈雨 它就跟台灣的安全 就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金門跟馬祖 是政治的象徵意義 那如果說大陸要把這個 金門馬祖封鎖 那就考驗台灣要不要去 這個送物資到金門馬祖去 可是問題就在於 金門跟馬祖跟大陸的關係 不會比跟台灣的關係差 我這樣講 觀眾應該可以理解 金門馬祖的 他們回老家 因為他們基本上都是 由漳州泉州來的比較多 所以他們跟福建的漳州泉州的 這個通往的關係密度 不會低於他們跟台灣的 通往的關係密度 而且金門馬祖人在 這個福建在廈門設自產的 那簡直是多到不知道有多少人 那你說這個封鎖這個有什麼意義呢 所以很明顯的 路特社完全不了解 金馬的真正的實況 這第一個 第二個 以前我們在金門馬祖住有大軍 現在我們在金門馬祖沒有大軍 那大陸去封鎖這兩個島 又影響不了台灣的安全 然後又對當地的居民又造成不變 當地的居民直接就坐船 那個幾分鐘 十幾二十分鐘就到了廈門 就回到他自己的房子住 那封鎖意義在哪裡 那台灣也不會去救援 然後也沒有必要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他談到說 那個對台灣的海空的全面封鎖 對台灣的海空的全面封鎖 你的目的是要造成 台灣的軍心士氣瓦解還是什麼 那問題就在於封鎖是需要多少時間 半年 一年還是幾個月 那這段時間裡面 整個航道封起來的話 你想想看不管是台灣海峽 或是巴士海峽 或是台灣的東側 你整個封的話 那這個韓國跟日本呢 對 韓國跟日本的海上的運輸線 不是都走這條線嗎 對 那你封還是不封 也被切斷了嘛 那這個開玩笑 這個影響到日本跟韓國的生存問題 對 所以他絕對不會讓你去封這個的 對不對 因為美國也一定會進來的 那第二個呢 就是如果美國要一定要打通一個 海洋的通道把物資送到台灣來 例如說把台灣需要的麵粉啊 米啊 奶油啊 送到台灣來的話 那你中國大陸要跟美國直立交戰嗎 這個沒有這個道理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個人覺得路特社的這個評論 這種分析法是真的是二三十年前 不是 那我要說 既然這個分析這麼狀況外 這六劇本 顯然你就說過時了 那這個時候丟這個東西幹嘛 我覺得他們目前來講 因為這個是最能夠博得眼球的 你看現在的就是說什麼 2024年攻打台灣 2025年攻打台灣 然後2035年攻打台灣 你看現在 然後這種說一定暢銷 然後這種文章 這種新聞一定是博得最大的眼球 因為現在的 沒有什麼政治用意嗎 政治目的 我覺得美國 美國他們現在的情況 就跟民進黨一起在合作 做什麼呢 炒作這個兩岸之鳥打仗 然後再把責任甩到大陸身上 說都是大陸的錯 都是大陸壓逼台灣 然後呢一切都是要 都是大陸的阿把 都是大陸的野蠻 他是希望挑起台灣的 的這種年輕人 再度的酬總返中 有利於他的選舉 所以你可以看到 現在的英美 尤其這些新聞 絕大部分都是 Yangl Saksin族語系寫出來的 也就是英語寫出來的 絕大部分都是英語的媒體 英語的媒體在這段時間 跟民進黨就一起合作 一直在炒作兩岸要打仗 兩岸要打仗 兩岸要打仗 但是大陸那邊的解放軍 當時的發言人唐克飛 他就講得很清楚了 他在十月底的時候 他就講得 沒被記者問到這問題 他講得很清楚 他說兩岸的問題 要以十月九號習近平 在辛亥革命一百一十年的紀念 所講的調性為主 那一百一十年習近平講的 兩岸的處理 以和平的方法 作為解決兩岸爭端 是目前的主軸 所以最後他的結論就是 解放軍是不動如山 然後動如霹靂 那也就是說 可是他前面是不動如山 那換言之也就是說 目前你美國 台灣 民進黨怎麼挑怎麼挑 解放軍他就擺在那個地方 他不會動 他演習照演習 環島再環島 然後演練照演練 可是他就是不會 進來打台灣 更何況普京講的一句話 最明白 他說大陸不需要打台灣 您看我們台灣 在2020年的時候 我們台灣的 上市上櫃的公司 絕大部分都跑去大陸投資 我們的投資額兩兆多 所以普京說就靠經濟 經濟就可以統一了 對不對 不需要武統 我們一年從大陸 去年賺了一千多億美元 然後我們的順利 差只剩下幾百億美元 那這意思也就是說 我們對日本跟對於 歐盟是大量的貿易逆差 那兩岸的經濟 只要出了一點狀況 或者是大陸要求 台商要選邊站 就是你台商的零料件供應 到大陸轉 到大陸去設廠 不要在台灣設廠 那你覺得當台商 要選擇離開台灣 到大陸去設廠的時候 台灣的還剩下什麼 所以不需要打了 我覺得普京還是有他的戰略眼光 剛剛縣長講到台灣高科技人才沒有善用 我跟線上的朋友 大家留言都好有趣 很有同感 他們想到的是唐鳳 難道會花我們9.7億去做個五倍券 的系統的唐鳳 像這樣高科技人才被重用嗎 那可是其實講到 我跟所有進去專家討論起來的時候 都覺得那個所謂的六個 所謂的可能攻台的戰術 真的都很落後 人家中國現在怎麼樣 雖然台灣的媒體不怎麼報導 人家都已經上太公到哪裡去 第幾天啊好不好 然後人家的衛星 過去可能只有幾個 俄羅斯啊 中國啊 美國啊 強權有衛星 想想看823炮戰的時候 第一枚炮彈下去就是斬首行動 就是精準的有情資 可以針對正確的地點 立刻轟炸斬首 那更何況是現在 那個衛星都已經在太空上面 隨時精準的 所以要真的要精準的 來斬首行動的話 哪裡還需要什麼 這麼多先馬祖金門 那麼多麻麻煩 不用教個事情 這個斬首多快 高科技之戰 多麼的容易 台灣要防的是這些 但其實真的也是防不勝防 但是聽起來所謂的 千惠剛才問到賴教授啊 所謂的政治的考量 我倒覺得美國放出東沙島什麼 可能會被打啦 或者是英國媒體 現在放出來這樣的消息 都是只是 有一個說法我還蠻同意 是要引誘他去打東沙嘛 然後因為這是太笨的方法嘛 根本沒有必要從這些地方去下手 而這種戲份的營造 我甚至更認為喔 這個就是在賣武器的一個 為我吹下去吹下去 是廣告效果 對 他來賣武器啊 你想想看 美國賣給澳洲一個武器這樣 就法國跳起來 然後還要拜登公開的 在一個公開的場合 向法國人道歉 你看這種道歉 只是為了一個軍事的交易的行為 軍事武器交易行為 他還要公開道歉 那搶生意搶單啊 那台灣 當美中大戰 美國想要全世界的國家 都在讓他這一邊來 去反中的時候 像新加坡 我們不是也看到人家 國防部長公開的講嗎 他們不想要選邊的 都是對於自己的 國家商業利益有益的事情 他們根本不想在這場大戰裡頭 為了台灣 或為了其他的因素 去為了美國去選哪一邊 其實如果共存和平相處 才是最符合世界大多數國家利益的事情 那不可能只偏向你美國的利益 而你美國跟中國大陸要不要談 不是也要談嗎 不是也希望能夠這個拜習會嗎 為的是什麼 為了就是你國家的商業利益 還有你自己的選票 當然打中國跟台灣現在邏輯一樣 都是為了能夠有選票 激進的選票 可是對於美國來講 台灣現在是最停他的 想要拉拉隊想要拉拉不進來 給了錢給了什麼 拉拉半天沒有用 可是台灣是最堅實的拉拉隊 我覺得最好笑那天聽到幾個 這個名嘴朋友大家討論 就是說他現在已經美國對台灣來講 已經不是爸爸級的 阿公級的 被奮鬥已經升到這麼高 就是只要他生氣 你看蘇貞昌或相關的民進黨的官員 有多麼的害怕 而動不動來恐嚇台灣人民的四大公投 都是什麼 洪惠台灣人民說美國人會生氣 可是不管CPTPP 或者是其他的國際組織的因素 其實跟進不進美豬萊豬 其實都沒有相關 那所以這麼怕美國生氣 其實我們的情資系統 不是我們的情報站 很多的衛星拿到的資料 我們跟他買很貴的武器 只是一個包豬的概念 落地在我們這裡 然後情報第一個 不是給美國嗎 收集到任何情資收集 就是給老美 然後老美第一時間收集之後 來對於亞太地區 他要掌握最新的資訊 所以台灣就是他一個 最需要的一個 付錢買武器的一個盟友 然後當他在罵中國的時候 攻擊中國的時候 也是最有力的一個工具人 或者是前哨戰 那如果萬一真的不信 台灣當然有戰爭的危險跟可能性 那萬一真的打起來的話 打在你們家嘛 是啊 我們對他的影響也不大 說不定還可以刺激他的選票 那會不會像阿富汗一樣逃走 我們大家看到的 只有逃走的畫面 或者是越戰裡面的失敗 那對於美國的過度的期待 其實沒有必要 所以在這國際關係裡面的平衡 台灣要取得跟美國的友好 要跟其他世界各國的友好 但是在過度情節 只會抱大腿 只會買不挑的 買菜還會挑要菜好不好 台灣算是不挑的在買武器 然後所有的政策跟老美的要求 都蓋瓜承受的情況之下 台灣又哪裡來的自主性 台灣又哪是一個所謂 獨立的自主的 民進黨喊著權 獨立自主的國家呢 那在這種只是說一套做一套 把這種反中當作一個提款機 每個地方選舉都要拿抗中保台 來當提款機 一直這樣催化下去 台灣只是更多的仇恨 然後更多的危險